我想讲清楚点关于现在沙中线 到底未来发展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港铁基本上没什么选择 它必然一定要在明年最迟年中局部通车 至少开去钻石山 原因其实有两个 第一,现在东铁已经试十二家车变九家车 每晚试新讯号系统九家车 早上就返回十二家车 但在未启用整条沙中线之前 它们必然一定要将新讯号系统的九家车 在现行的路轨和月台 现行的路轨和月台是试运行的 现在已经迟了 原本应该是在明年年中开始 所以在明年一定要开始做这件事 大家搞清楚 今天冬铁的月台 不是我们报纸经常见到南北线的月台和东西线的月台 今天那是另一件事 是现在一直走开的 所以将来 他们走着这条线之后 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它十二家车变九家车 大围至九龙堂那段车程 便会迫到七彩更七彩 因为它十二家车变九家车 所以它在明年试运行这个九家车 在东铁 那就是说 目前就去到红磡了 那这个就和那个新的条线无关的 红金的月台继续在用的 每天东铁都在下来的 那它在这儿运行的时候 十二家车变九家车会都很逼了 过了大围之后 所以它一定必然要尽快开通 这个团马线在大围疏到那些人流去转石山 去转石山那些人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因为去到东九龙那边上班 又说去到港到东那边上班 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才可以试行到东铁 由十二卡车变九卡 用今天的路线 今天的轨道和今天的月台 那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它们也都可以做到呢 就其实呢 鑽石山本身之前呢 是没有这个所谓 英文叫做 cross over track 中文呢 就这里叫做 我想简单叫做 转换的轨道 转换的轨道系统 就没有的 但是在鑽石山和启德中间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已经做下了 所以基本上呢 它们要过了鑽石山呢 就一路继续 司机拿着车 没有人坐的车 它全部下车了嘛 就去到 在启德之前 有一个这样的 转轨道的一个设计 是可以转回去 呃 转回去 相反方向的轨道 就回去走的 那所以如果一个站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中站 完全就看在这个站之前和之后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叫做 cross over track 就是说转换轨道的系统 就是转轨道的系统 简单来说 转接 那现在就有的 那之前为什麽他一直说不行呢 我估计就是他嫌范 相差半年就没有搞了 但是现在不知道 现在红磡站 再搞多一年还是两年 到底博月台是博东西线呢 还是南北线都博博 现在不知道 所以必然就会先开着 好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认为他是绝对有这样的条件 同时间一路开去 何文田站 那是不是表示 何文田站的之前和之后 有这些这样的转线的轨道的接驳呢 其实就不是 因为他在何文田站之前就没有 之后在何文田站和红磡之间 他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是可以给他们转换那些 就是线路 去另外一条轨道的 不过呢 他原本的设计 就太近红磡站 所以变成要拿进去红磡站 才可以出来 才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现在红磡站 不能进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那条团马线 就必然呢 就是一定要位红磡站 的外面那里停 又或者呢 用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的方法 我和专家经过呢 技术上是行得通 就是说呢 那些车 基本上呢 就是由烏雞沙去到这个转石山 跟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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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些车呢 就会直接过了转石山 就去何文田 但是因为 找不到一个转头的位去给车回去呢 那就解决方法呢 就是单轨相线 即是说呢 过了转石山之后呢 只会是用一条轨道 来来去去 都是那一条轨道 所以情况之下呢 车 那就不用找一个地方 转到对面的轨道 返回去 他在同一条轨道 上上下落下 下下下下下下 那么做话呢 時速是不需要減低的, 即是由鑽石山到何文田那一段時速是不需要減低, 不過那個班次就會疏一點, 因為基本上你過了鑽石山之後, 你要等那輛車去到何文田回來, 過了鑽石山你才可以開第二輛車, 由鑽石山去何文田, 再回來,然後再開第三輛車。 其實這個做法有點像現在高鐵, 大家都知道高鐵每一天不是每輛車都去廣州藍, 大部份車是去到深圳北回頭, 只不過其中有些車就過了深圳北直接去廣州藍, 即是在鐵路運輸的方面, 絕對可以由A點開始, 去到B點作為一個終點來來去去, 還可以另外同時間去C點, 然後再回來, 這個就是信路系統完全是預備了, 你是可以單軌相線行車, 所以不用搞很多新的東西, 信路系統為什麼每一個軌道都可以單軌相線呢? 因為有時候這條軌道可能壞了, 如果軌道壞了, 是不是會表現我整條線癱瘓呢? 它必不需要在一條軌道暫時頂轉過, 來回, 用這輛車可能慢一點, 遲些修復了軌道, 便走回雙軌相線了, 所以我和幾個不同的專家談過, 都一致認為, 港鐵沒有什麼理由, 說不可以在年中局部通車到鑽石山線的時候, 一次過去鑽文田站, 不過可能我們要接受的是單軌相線, 即是表示那些班事就會縮, 那是不是縮一半呢? 那就看它直接去那條線那裏是多密的, 所以這個呢, 我認為對於住在啟德, 馬頭圍, 土瓜環的居民, 希望明年年中, 可以踏到這個屯馬線, 去到鑽文田站, 轉車去到屯灣線的油麻地站, 接著過海, 是絕對可以賦予一個很高的期望, 我覺得這個呢, 都是叫做, 我曾經說過, 一個贖罪方案, 港鐵基本上都要做些事情出來, 去告訴社會, 它雖然現在紅磡站搞了一鍋譜, 它其實還有些事情它可以做的, 但我剛剛之前說了, 它其實是不是它要做, 要不然它基本上12架車變九卡車, 是沒有法子過到大圍去到九龍旁的, 今時今日。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你所說的單軌廂, 是單軌廂之間的關係, 即是說, 它不是, 即是它要用石, 乘車才去到荷文田, 然後它再轉轉, 由烏溪沙到鑽石山, 就有兩條軌道, 這樣去,這樣回,這樣去,這樣回,這樣去,這樣回, 那輛車就不用在這裏找一個位置去掉頭, 它簡直可以出出入入, 大家都猜到, 你要等這輛車去到荷文田再回來, 時間就久了, 所以這個頻密, 一定是會少過由烏溪沙去鑽石山的, 即是說, 其實烏溪沙到鑽石山, 基本上兩分多鐘一班是甚麼事都沒有, 中間再洩一些, 就是過了鑽石山之後, 就直接去荷文田, 所以去到最後, 其實會得密過兩分鐘一班, 即是說它在烏溪沙發車, 就不是兩分鐘一班, 它在烏溪沙發車, 可能是分明兩分, 但整體來說, 它是可以維持到兩分鐘一班, 在烏溪沙發車, 但是真真正正去到荷文田那些, 就可能會兩分多三分, 去鑽石山那些, 可能更快一點, 一分多鐘都可以, 其實某程度上, 大家想一想, 我們今天高鐵, 去深圳北回來, 以及去廣州南, 去深圳北回來有很多車, 但直接去廣州南回來就少很多, 其實原理是一式一樣的, 所以技術上是絕對做得到, 信到系統, 預了它可以這樣做, 因為怕那些老鬼要維修, 有時逼著一條單鬼去做這些事情, 它完全任何投資都不需要, 所以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就是它們說, 盡量嘗試一下, 不知道行不行, 但如果你一定要堅持, 由鑽石山到何文田都要雙軌雙線, 那就麻煩了, 那就要涉及一個很大的投資, 在紅銀站外面, 去設計一個新的轉換路線, 一個軌道的接駁, 我所理解的那些, 是在說行限地兩三年, 又不知道在說幾多億的東西, 就絕對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變了這件事, 我亦都覺得, 大家, 老實說, 你如果在九龍城, 吐瓜華, 馬頭圍, 如果真的想搭這班車的, 它其實去到何文田做甚麼呢? 不是這樣去何文田上班的, 是吧? 何文田都希望轉車去荃灣線, 所以某程度上, 大部分人會在鑽石山已經下車, 剩下那裏去承接, 鑽石山打後到何文田站的人, 其實那裏的乘客人數, 遠遠不及, 上面, 真是新界北下來的, 我覺得如果他們有一條鐵路, 可以讓他們過海, 我想就算三、四分鐘, 一班車, 我認為他們都可以接受, 如果有很開心, 如果有, 那關於, 一會下午, 政府說公佈一些, 大橋梳道, 南行那些, 入境旅客那裏, 那裏, 我自己找過大山巴士公司, 他們也承諾, 會盡量加那輛B6的車, 加密那些班次, 這是第一, 至於找一個位置, 似乎不是那麽容易, 找一個位置, 是可以真的承載到, 那麽多人在等候的, 似乎現在的地方, 可能已經是最, 最, 最夠空間的了, 那如果說搬遠一點的話, 但是呢, 我不知道政府今天會不會想這件事, 如果想得通, 固然是最好了, 但是我認為, 主要的解決方法呢, 是B6那裏, 加多些車之後, 一定是要, 內地政府出手, 去規管那些沒有, 旅行牌照的旅行社, 現在帶著很多, 那些遊客下來, 而是沒有, 跟香港的旅行社掛勾, 做一個配備的, 如果這件事你長遠做不到, 你搬個站去哪裏也好, 加多少巴士在B6也好, 我都怕將來失控, 你怎知道有多少, 千千八百的, 這些內地那些沒有牌照的旅行社, 又不跟香港掛勾, 自己就直行直過這樣, 那麽沒有可能的, 那麽所以呢, 我其實已經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是這個禮拜, 已經寫了信去人大常委, 要求他們跟廣東省講, 在這方面要立刻做事, 亦都同樣寫了信給, 這個省政府我們的省長, 和這個廣東省的旅遊局局長, 我都有寫了去, 那麽其實上不是難的, 如果他們有心規管, 那些無牌的旅行社, 帶些人來, 那麽我覺得, 早前看到他們的情況, 至少好了三分一, 會不會好了一半呢? 我不知道, 但這件事必然要做的, 當然特區政府本身, 也要加強他們的執法, 因爲這些團帶人來是違法的, 他沒有跟香港的旅遊團掛安, 那爲什麽我們特區政府, 在執法方面不做事呢? 所以兩地政府, 都可以在執法方面做些事, 如果不是呢? 我們所有這些千億投資, 原本的計劃呢? 就這些做得, 這些不做得, 結果很多時候呢? 就因爲不做得的事, 有人做, 就搞到呢? 就是, 幾粒老鼠屎, 就搞了整碗粥, 那麽跟著就被人罵, 我真的覺得很不抵啊! 現在不是說他初初想漏了, 而是不讓你做的事有人在做, 那麽對我來說, 我都不明白爲什麽搞到這麽大陣仗, 就執法咯! 那麽兩地政府都有這麽的責任去執法的, 那麽可能他們現在時間不夠了, 是吧? 所以我覺得針對這方面, 我自己個人是樂觀的, 如果他們可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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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 即是, 怎麽說呢? 大幅度減少, 甚至乎, 不容許這些這樣的, 沒有牌照的旅行社, 來香港找食, 會不會有更多的, 會不會有更多的, 不在地的線路, 不在地的, 還要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